不是那你就说敢买人家吧 你别说那么多了 那别人虎子为什么 把把高兴局二十几杀呀 你为什么打个早上 打个鱼塘局都还要 鱼塘局皮二十二星啊 你开玩笑呢 在游戏中 击杀主播对于路人玩家来说 本来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而云顶今天就碰到了 一位说话语气极其嚣张的路人 他不仅嘲讽云顶每天打的是鱼塘局 而且还用小老虎来做对比 当云顶提出要和他单挑的时候 他却只会嘴硬 那么这位路人到底有什么实力呢 他又是如何把云顶淘汰的呢 我们一起回到游戏刚开始 事先声明 云顶这局打的是王太十八星的段位 而并非是路人口中所说的皇冠鱼塘局 当云顶落地到太阳基地拿到了一把大G3 过去 缩回来了给我打了 云顶打单四 粉丝们肯定就喜欢看他钢枪 不论是乱杀也好 落地成河也罢 在航线允许的情况下 他都会选择继续跳回太阳基地 而这次回去却不幸又遇到了 刚刚淘汰他的木乃伊 这也就为他们之后提出单条 埋下了伏笔 这船啊 可是我开玩笑呢兄弟 船来船去的 当云顶补充好能量 准备过去补人头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人头 竟然被别人补了 我人头还被补了耶 起初云顶根本没在意 但直播间的粉丝们却细心地发现 K他人头的正是刚刚淘汰他的那个木乃伊 而这种事情在海岛中常有 所以云顶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当他淘汰完楼顶的人之后 发现楼下还有脚步声 对面敌人也似乎发现了他的存在 木乃伊在一边负责多雷逼云顶的走位 而他的队友则在另一边负责寻找机会进攻 照顾前的情况来看 云顶已经被他们包围了 哇靠 这个人 太厉害了 他有队友 他没队友我就干了 打你一次你还回来 哇 吵吵 哇 装什么 你我们别叫队友 你叫队友很牛逼吗 你在装什么 你告诉我兄弟 如果木乃伊不开全部脉嘲讽的话 他们可能就相安无事 云顶继续重整旗鼓 开下一把 而木乃伊也可以向朋友炫耀自己击杀了云顶两次 看这个情况 他现在应该还不知道云顶的身份 而云顶又有点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他便开启全部脉 将心中的怨气发现出来 偷我一次很牛逼是吧 你这是装什么装 兄弟 你告诉我 你牛门出来等一下 来 我等你好吗 你牛门出来等一下 你告诉我 你那是打我吗 你那不是偷我吗 兄弟 这有队友是不是觉得那你就无敌了 见面还是对他 我打见面 让你五个人头 好吧 让你五回合 云顶一直开着全部脉让他出来单挑 而对方却以编尸来回敬他 这明显也是听到了云顶的宣战 但他们丝毫没有要退游戏的意思 当云顶告知他们自己是主播的时候 他们也许去直播间看了他 回来之后又是一顿编尸 云顶也不想和他们继续拉扯了 还编尸 你编啥尸呢 你有什么实力编尸啊 云顶和他们拉扯了将近五分钟 而对方除了编尸并没有要打算接受云顶挑战的意思 为了不影响直播间观众们的心情 云顶只好退出去重开下一把 而此时直播间的粉丝也有点气不过 他们强烈要求云顶主动去加对方 然后和他进行正式宣战 正处于叛逆期的云顶当然心里也憋着一股气 于是他便试着加了一下对方 但没想到对方竟然还同意了 那么对面对于云顶提出来的挑战究竟会不会接受呢 我们一起听听他们会说什么 不是哥们 你怎么掉到22星呢 没有啊 我人计我人计 不对 你不是掉到21星呢 刚才不是22星吗 对啊 刚刚一打八 太多人了 哎呀 我看你的实力也不像有一打八的实力啊 哎呀 你又装上了是吧 啊 你好像实力也不够多 刚才不是还叫嚣我吗 实力不够多 为什么杀了你两次啊 那你就说敢买三条 你两次你那是正面打吗 木乃伊也承认自己第一次的确不是正面打 但第二次是 而云顶却觉得他是仗着有队友一起才能够将他反杀的 但不论如何 木乃伊淘汰他两次的确是事实 云顶也承认 但是他开全部卖嘲讽他确实有点过分了 所以云顶现在要提出和他进行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 而对方却一直在试图转移话题 那别人虎子为什么拔拔高兴局二十几刹呀 二十几刹呀 你为什么打个早上打个鱼塘局都还要 鱼塘局比二十二刹呀 你开玩笑呢 不是 你发的那些作品不是都人机吗 发的都是 我那些作品呀 我还有战胜局司机呢 你咋不说呢 啊 你只能说我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为啥不说我战胜局司机呢 我战胜局二十多大司机 你咋不说呢 兄弟 好 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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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战胜局你单身给我试一个看看啊 哦 我说我是我不是我不对是我不对 我拿虎子跟你比了 不好意思 你跟他还不是一个档次 哎呀 我打你没问题好吧 我跟他不一个打你没问题 云顶和小老虎的实力的确还有点差距 但是云顶之前高兴局在云顶楼击杀几对单子id的玩家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玩游戏的粉丝们都知道 打游戏也是需要手感的 没有人能够保证爸爸高击杀 也没有人能够保证爸爸都能够吃鸡 更没有人能够保证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 还能实现极限反杀 而木乃伊用云顶素材的事情说是 这本身就是在刻意转移话题 云顶也不否认他击杀他两次的事实 就是因为木乃伊没管住自己的嘴 才会让云顶提出今天的这场EB对决 云顶都是那个蓝博大弟子啊 这怎么打得过呀是吧 有实力有实力 打你是不是没问题吗 那你叫嚣什么 我没叫嚣呀 全程都是你一个人在那叫呀 我 你不是说我装吗 不是你说的吗 你是是有一点装 不是你先说话的吗 我我干啥了 我回来太阳基地我就装了 那我刚抢我还不能跳太阳基地了 打过了不讲话 我比打出来讲话 打过了不是你们多打少 你们还好意思讲话 你这怪人多你这一打的单式 你肯定你要面临的就是一打四一打多啊 打赢了开麦叫嚣也没有问题 这是每个玩家的权利 但是开麦骂人的确是他们的不对 值得大家都可以作证 而云顶只是看不惯他们了 想和他们进行一场比试 来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让他们以后不那么嚣张而已 这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接不接受也是他们的自由 云顶全程都好生好气的和他们交流 但是对方却一直阴阳怪气的嘲讽他 此时云顶也有点生气了 你还直播上了啊 没有不是说你不是你说我装吗 那我装我有实力装 你就不敢单挑 那你在这叫什么 一打四不就是就是没打过呀 不是没打过不就没打过吗 那你说我装那我肯定不服啊 那你又不敢单挑 你也没实力贪挑啊 谁说你装了 我让你五个人头 你都打不够我我只能说好吧 不是老爹你还让上人头了 干嘛你打街边让你五个人头行不行老爹 啊 在云顶提出让他们五个人头的时候 对面两个人又再次找接口推脱 他们觉得云顶用平板打他们手机 赢了也属实正常 云顶现在一个人孤立无援 作为主播 他被路人质疑实力 他能证明自己实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和他们进行切磋 而对方却表示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并且强烈要求云顶用手机和他们打 打过了没打过又怎么又怎么了嘛 打过了我就是有实力装啊 没打过那我就没实力装啊 你手机跟平板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啊 怎么又不是一个东西了 那你可以换平板谁了 那你不用平板了 那你换平板跟我打 那你也没玩手机啊 你竟然要跟我打 我多久没玩手机了 我换手机干嘛 我一直都是打平板的 手机直播谁看啊 木乃伊和他的朋友知道云顶不会换手机 而他们也没打过平板 所以在他们看来 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对决 而且歼灭和经典模式也不一样 但在云顶看来 歼灭模式也是防区作战 他同样可以考验选手的实力 双方坚持自己的观点 导致最终协商无果 于是他们又开始转移话题 拿云顶的淘汰分说是 大家都知道这是粉丝的账号 但他们却不知道 我那个 皇冠淘汰分都6000了 你在这装什么 你又6000上了 你这装什么 你这个21线都没有6000分 我皇冠都6000分 你在跟我扯什么淘汰分啊兄弟 你早上打个鱼塘局 那你去打鱼塘局啊 那你去打嘛 那你去打 不是哥们 咱们打游戏肯六 这只是名字啊 这种但是呢 我们打不过干嘛去打是吧 这说出来也不怕丢人啊 打不过就打不过是吧 打不过那你说我什么呢 就是打不过啊 为什么要去打干嘛 我只是好奇 什么人为什么要二次回来 你知道吧 你不知道是你 毕竟这个 那你好奇 那你说我 那你说我装 那我肯定不服啊 对吧 我有实力装 我平时不能装呢 哪里装了 我就说你装 我就说你装什么了 扯毒车半点扯 我明白 还不过打单式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云炳落地被他们击杀了一次 作为主播 只有钢枪 直播间才会上人 而云炳选择跳回去继续钢枪 这并没有错 相信很多喜欢钢枪的朋友都会如此 你们见过技术主播在野外防区 打野直播间还能够一直上人的吗 这显然不可能 这两个路人就是不敢和云炳单挑 所以才一直拿他打鱼糖去说实 而在这里 小爱也想告诉大家 我们在游戏中一定要有好对待每一个玩家 开全部卖是我们的权利 但是开麦骂人就是一种没有素质的表现 大家觉得小爱说的对的 就请给小爱点点关注 点点赞吧